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10点半 陈乔恩以10万台币约人民币2.2万交保离开 当时一穿着白色外套 戴着黑色口罩的他面对大批媒体 指轻声道歉称对不起 中午陈乔恩发微博公开道歉 称昨晚自己在家中泡澡喝了酒 之后驾车去家附近买宵夜吃而遇到抽简 对于自己做的不好示范而感到抱歉 日后绝不再违反交通规则 态度十分诚恳 不过有网友则翻出陈乔恩此前在节目中的驾车的视频 做游戏时猛眼开车撞了一路 最终直接撞进停车场 幸福! 來! 又邊一點X3 右!右!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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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右!右!右…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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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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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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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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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App! used to all this! followed by attacking. 还不止一次将雨刷当成了转向灯 要旁人提醒才发现 开车 有一个要求 四个字叫做 反大星系 我刚好说 你为什么会知道 弄好多的雨刷 我弄好多的雨刷 我以为那是防向灯 屁啊 我们没有下一个 去年他还在网上晒照 自夸是天生车手 雨夜狂飙45分钟就能从新竹到台北 真是让人捏一把汗啊 虽然陈乔恩目前已经被保释 但仍处于等候检察官开庭侦讯的状态 据说台湾的酒驾惩罚一向号称全球最严格 呼吸检测中酒精浓度达到0.25毫克每升以上 就构成公共危险罪 有酒驾行为至少判处两个月以上有期徒刑 酒驾制人受伤者 驾驶证将被吊销两年 乔恩妹子以后真的要长点心 对自己和粉丝负责才是最重要的 李小璐夜宿PG1家这个事件 热热闹闹地占了好几天的热搜 却完全没有要熄火的迹象 今天网友们又扒出了更多细节 比如PG1曾经跟着贾乃亮 一起去青春旅社的拍摄现场 探了李小璐的班 三个人还做着同款手势 现在看起来很是微妙啊 PG1和李小璐那张著名合照里 她的那个独特手势 也被网友解读为李小璐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PG1曾经在采访里透露自己的择偶标准 是希望对方崇拜自己又听话 网友们纷纷大呼 这不就是她的头号迷妹李小璐吗 甚至还有福尔摩斯网友 扒出了PG1之前的一段表演视频 歌词里还出现了李小璐三个字 原来这两个人的渊源 还可以追溯到那么久以前啊 而在这场风波里 网友们最心疼的对象 就是李小璐的老公贾乃亮了 有人拍到她今天凌晨 疑似独自在酒吧里买醉 看来是真的很不开心啊 于是又有人分析起 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夫妻关系 认为从他们俩的合照里的姿势来看 李小璐才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一个 贾乃亮也确实在早前的节目自爆 当初为了追求李小璐 他头其所好地打了十几个耳洞 李小璐还曾承认在家里贾乃亮很怕她 果然肢体语言最不会骗人 贾乃亮对老婆是真爱呀 张汉和鼓励那扎这对娱乐圈的 昔日小情侣 自宣布恋情开始就备受各界压力 相连三年后 两人选择在圣诞节当天 对外宣布分手消息 让不少关友们看到后纷纷表示可惜 所长掐指一算 距离两人发声明至今 才不过短短十天 但是网上前前后后 关于那扎的新恋情就被爆了五条 从豆霄 盖 吴亦凡 张艺兴 到大张伟 再到内地知名男模 强行被塞六个男友的那扎妹子 要想专心拍戏的话 还真是不容易 虽然被网友当成了绯闻制造机 但是那扎还是调整心情 投入到新作品的紧张拍摄中去 最近那扎和豆霄合作的新戏 十年三月三十日片场花絮曝光了 花絮中豆霄不断挤眉弄眼 使出全身的搞笑本领 逗得那扎开心大笑 两人之间的小互动 简直让人甜到蛀牙呀 糖没吃够的小伙伴往这儿看 所长加码送上一段吻戏报机 保准你们看过后掰着手指 期待新剧播出呢 不光戏里演技标得过瘾 戏外那扎的颜值也一直在线 从工作室晒出的这几张 文艺感十足的写真来看 一身少女装扮的那扎 置身于花房之中 时而撩发时而插兜 就连逆光也挡不住小仙女的美貌呢 这样一位有言有才的实力派女演员 所长真心祝福那扎妹子 早日找到好归宿 自从极光之恋播出 管晓彤就火速占领了 玛丽苏小工举的宝座 剧中有不少小童妹子 唱歌跳舞的片段 但不知道是剪辑的原因还是什么 剧中的管晓彤 酒吧唱歌对不上口型 跳舞动作简单的像 第六套广播体操 也是让所长Rio很心疼 然而乌里童妹子 也是再接再厉不放弃 新年刚过就录制了这首主旋律歌曲 赞赞新时代的MV 穿着桃红运动上衣 却留着棕色卷发的她 莫名有些撞脸景甜就算了 一首歌下来 都是各种点赞动作大循环 看到网友想犯尴尬癌 这眼熟的动作 好像跟之前的幼儿园舞蹈秘枝相似啊 不过这些动作似乎是到现场现学的 跳舞的方式简单点也是可以理解 看拍摄结束后 小童妹子雀跃跳开的身影 私下里的她 还是自带少女感很接地气的 在最近爆出的一段抖音视频里 关小童也是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跟着一人饮酒醉的音乐 当起了指挥倒车的小阿姨 不知道陆寒看到这 会不会心疼自己找了个傻媳妇 其实屋里小童妹子 毕竟是带着北方大妞血统的 小时候就对着镜头吃面条配大蒜 难道这十足的生活气息 才是陆寒的菜 少女们为了追星狂喊欧巴 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大叔追起星来 痴汗力可是绝对不比少女差哟 最近有网友分享了一档 日本的综艺节目 一位日本大叔用日式英语 到处疯狂追星 特别是看到范冰冰之后 简直像唐僧念经一样 不停地重复范爷的名字 孩子创了一个范爷的美称 Pretty冰 穿着晚礼服的范爷 全程保持优雅的姿态 与大叔合了影 但最后还是被大叔的魔音观而打败 憋不住地笑了出来 这位大叔最羡慕的人 估计就是Pretty冰的男票李晨了吧 前两天还有陈冰CP粉 曝光了大黑牛用男友视角 拍出来的范爷健身视频 穿着运动装的范爷身材苗条 一边运动一边还不忘对着镜头 卖萌放电 这狗粮所长干了 希望大叔吃完这国际狗粮 一起成为陈冰CP党 再次创几句震撼的CP应援金剧吧 张博之为了两个儿子放下事业快十年 卢卡斯和昆特斯 如今也是乖巧董事能耍帅 不枉费妈妈的付出 最近一段博之在直播中 秀小儿子昆特斯普通话的片段被曝光 镜头前昆特斯笑到 眼睛眯成一条缝 普通话也可以打90分 这爱好也是让妈妈张博之听了 都笑到匹刹有没有 接下来才不到七岁的昆特斯 还应粉丝要求来了一段PPAP 面对镜头淡定又自信 所长仿佛看到了演艺圈 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是两枚多才多艺的小帅哥 鉴定无疑了 自带吸引力的演艺天分 大概也是从妈妈张博之身上 得到了不少真传 毕竟张博之在21岁刚出道三年时 就在郭富城的电影《浪漫樱花》中 大秀舞蹈天分 斯阿托的姿态放在今天 也是双击666呢 我练了很久了 我练了很久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